小菜 楊孫淒君 起立球 罰禁 可以 壓力在張庭湖身上了 他沒有罰禁 藍隊就要輸喔 張庭湖 比賽要繼續進行 只剩下最後的一分鐘 哪一隊能夠投進 就有可能是 直殺 發折比特 0秒出手 拿下勝利 誰能夠跳出來當英雄 如果能夠在最後這一分鐘 進球而來很可能就是 今天的熱門MVP人選 有可能喔 是喔 現在進攻球選 他有正義就快 對啊 正義殺不住 剛剛都殺不住 兩距離2.5公尺 紅隊的機會 對 那時候一定要求穩 穩中球選 阿昌拿球給孫祺君 阿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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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會拿給邱宇晨呢 被邱宇晨給爬下來 最後38秒 剛剛好送給他 阿昌沒有算到 對 最後半分鐘的時間 現在是藍隊的一波進攻攻擊 加油 最後的30秒 最後30秒 踩步 快加油 踩步 踩步 現在很碰 忠悟 現在智智把球搶下來 走 要趕快發動動 shy 正解救 Generation 剩下最後的13秒 裁判oles提 avoir式田 naturale 最後9秒 自由球 自由球 最後9秒 他剛剛也擺到 都排掉 你自己私 diss 發動 3秒 前場去 前場接球 接 要接穩 加油 這要最後的8秒 8秒 來 看來就這麼最後一顆球 看誰進了 不會真的0秒出手吧 整個傳球 結果 雙方都不讓對手能夠舒服的接球 對 現在5秒 藍隊的進攻 4 3 2 1 比賽時間到 雙方3比3平手 要進入到延長賽 黃金進球制 這個很刺激耶 對 誰先進誰先贏 對 誰進了之後 壓力就丟給對方 你要是沒進 對方投進他就贏了 全場第一個罰球也是滿緊張的 天啊 這個球過頭了 這個 機會在比例身上了 像我們的運動心理學 有一個東西叫 覺醒不能太高 對 覺醒太高就會過於心奔 他丟得太遠 對 沒有錯 那也不能太低 就是沒有動機 對 所以你要必須要很平抗 比例要用單手嗎 他會不會又有令人驚豔的表現呢 比例是哪 很難抽 對 比例加油 我還在想比例那個保齡球 那個trick你知道嗎 兩隊的第一棒都沒有投進 其實這個核球 你看它2.5公尺比 那個籃球的還要來得進 對 但其實它是滿滿的 小菜揚孫齊君 這一球 沒有罰進 可以 一定還是不錯 再來就是張庭虎 可以 壓力在張庭虎身上了 他沒有罰進 藍隊就要輸喔 張庭虎 張庭虎其實今天很多球都有進來 對 對 其實還是對張庭虎也挺有信心的 他很有運動神經 運動細胞 他接著斷了 他接到後間 一定贏了 對 紅到花下 太厲害 張庭虎真的是太謹慎了 真的太謹慎了 我剛剛講的嘛 好像突然就虛了一下 覺醒的問題 對…他覺醒太低 然後所以他沒有辦法 把它丟出去 連藍框都沒有摸到 雞皮疙瘩耶 真的 藍框都沒有摸到 很可惜 走啊 沒事 比賽就這樣 比賽就這樣 我覺得我辜負了大家的期待 姐姐對我的信任 然後對我的信任 所以把我排在第二個 我真的蠻難過的一半的事情 對 我覺得我 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我的題目就是一個 太緊張了 嗯 太緊張了 軟腳 手一動下去 他同手同腳 他可能進來 然後他的跳 受到大家很注目 所以我覺得 是他好朋友 我覺得這個失敗 會讓他更有 更有動力往前 會讓他更堅強 好嗎 好嗎